还有一样很重要的项目没讲呢 那就是水管 水管的材料要按不同的性质 加以适当的保护 送到工地上的材料数量 应该和实际的工程器都配合 要分门别类的储存在工地上适当的地方 水管工友要和各行联络 比如装木门框的工友 以及安装橱柜的工友等等 以免打钉或者钻孔的时候 把岸管打穿了 所有水管的开口位 都要有适当的盖子封好 以避免外来的物体 跌到管道内造成堵塞 如果有管道 在低位处横穿人行通道 就要按照适当的脚踏保护横管 以免被人踩坏 外墙胶管比较容易碰烂 所以要小心处理 适当的施工程序 是非常重要的 最好先装管马 然后贴外墙的马赛克 清洗外墙后安装管道 否则呢 将用厚形胶纸包好已经完成的胶管 以免被其他水泥 或者是清洁剂腐蚀而弄坏胶管 清拆外墙竹锋架时呢 应该首先清理 接触在竹锋架上的泥土 以免在拆竹锋架的时候 泥土跌下而杂船已经做好的胶管 说到拮据了 应该按照工地的实际进度运到工地 而在运送的过程中要小心轻放 工地上要有干爽的临时货仓来储存这些拮据 在施工的过程中是非常容易被破坏或者弄花的 所以适当的保护是不可以忽视的 我知道装好浴缸之后呢 要用耐用胶纸包好 并且用夹板盖上保护 也可以用几锁塑料泡沫来保护浴缸 马桶安装好以后 也要用胶纸来包好 而坐板呢 则最好安排到最后 等到胶楼的时候才安装 以减少受损坏的机会 最后就是排水系统吧 所有开口的排水管都用适当的盖子封好 以防外来物体掉到管内 已经做好的沙井 在没有安装井盖的时候呢 要用铁板临时盖好 防止发生意外和工地的垃圾等 堵住沙井和水管 而沙井盖呢 要用马路塑胶布包好 以免泥沙等把沙井盖花纹填满 以致日后很难清理 你想一想 埋在地底下的管道 如果因为保护不足 而导致严重的堵塞的话 那就可能要更换了 那么所设计的工程就非常大了 至于所选的保护材料 除了要提供适当和长久性的保护之外 还要在其他项目施工期间 更加不容易受损 同时不会损坏已经做好的装置 不是很明白 明明是各有各的保护 又怎么会损坏到别人的东西呢 难道真是好人难做吗 又或者所有的胶纸 会在完成面留下胶纸痕迹的话 那保护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选用保护材料 真的要很小心啊 没错 如果工地上每一位工友 都可以尽力做好 刚才我和国强所讲的每一个工序的话 那就已经达到优质工序的目的了 知道了吗 国强 知道了 评书